美女主席 Cean在您接受的 在古代開國內這是一種 美女主席 汝名文明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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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遺憾 看到 一個我們准庫總統 到中國去悲公欺騙的 對於上 宗祖國的一個氣連 連自己的官 台灣的職稱包括對於對方的職稱都可以隱匿 就好像隱匿情流感疫情一樣 連主權都可以隱匿掉了 而且在台灣是無條來悟無罵 派政政去到那邊是乖孫的小綿羊一樣 這就是吳敦義 我們很遺憾的 他沒有在那邊公開對李克常講 他是代表中華民國的顧總統 那麼對於這一個交流 對於這裡面所言的還是更令人爭目結舌的 沒有去維護我們台灣的國格 也沒有維護我們台灣的一個主體性 反而像是小三一樣的去禁見的 這是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 我們也要提出對吳敦義的 這種像好像到宗主國宿直一樣的一個方式 是我們沒有辦法接受而且要提出嚴厲的權責 連總統大選也不敢講 大家不要忘記我們是有潛力可循 陳菊市長到中國去的時候 他勇敢的講中華民國勇敢的講馬總統 是民進黨在講中華民國 是民進黨在中國面前講馬總統 是我們的副總統當選人 在台灣口才犀利啊變才無礙啊 去到中國表出中華民國來了嗎 表出總統來了嗎 完全看不到 我們常常在講 要談一國兩區 一定要提到中華民國 沒有中華民國的一國兩區 就是矮話 我們非常遺憾啊 中華民國為什麼老是 只有棉被蓋著的時候 躲在棉被裡面才能講中華民國 該正式講的時候 該中華民國有用的時候 我們不見到這個政府 對中華民國能夠勇敢的把它表達出來 這個喔 是一種當局者迷的交往型態 因為吳敦毅呢 他是我們的副總統當選人 而李克強是國務院的副總理 那麼他們以兩岸共同基金會的顧問的名義 去進行博豪論壇 他應該是談論兩岸基金會的事務 而不應該談論我們國家大事件 所以這個是一個當局者迷的一個會談 那麼以副總統之尊跟副總理來會談 很明顯的是自降這個國歌 我們被矮話了 那麼談判的內容不透明 雖然對外發表有16次真言 雖然這個吳敦毅有向中國要求台灣的國際空間 例如參加一些非政府的組織活動 但是呢 李克強仍然沒有善意的回應 除了這一點以外 我們不知道他去談些什麼內容 而碰巧的四年前也是蕭萬長當選副總統的時候 由蕭萬長去參與國華論壇 而現在是吳敦毅當選副總統的時候去參與國華論壇 這四年當中都沒有由副總統來參與國華論壇的個例 所以每次都是我們台灣舉行總統選舉以後 由馬政府的副總統當選人參與國華論壇 我個人認為這是去向中國報告往後四年的施政方針 以及去向中國交信 所以他們的內容不透明 地位不對等 那複稱先生咧 是自降國格咧 自我果證的一個行為 上個禮拜有關於這個國華論壇 吳敦毅副總統到底以什麼名義 什麼內容然後去參與的部分 我們有問陸委會 主委跟這個相關部門 他們都不知道 那問他們說他們要去談什麼內容 他們也沒有參與 所以呢 我們非常的反對就是說 他們用這個博敖論壇 然後用兩岸共同基金會 這樣子一個民意 然後去參加這個博敖論壇 然後來談論就是有關政治性的議題 那這個明明就是來犧牲我們台灣人民的權益 跟利益的部分 所以當然剛剛我們總統講 關起門來他們不知道講什麼 但是打開門來就只有那個十六支針言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強烈的質疑就是副總統 明明就是要去跟他報告 抱他們的大腿 那我們認為說這個 以一個副總統當選這樣一個資格 事實上是非常不適宜的一個情況 謝謝